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看我今天视频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 翻建的第二个房子 终于已经盖好了 我先给大家看看它之前的样子 第一次去到这个房子 它反正就是老破小舅 味道也不好闻 房子非常简陋 地区位于多伦多的中城区 就是快到downtown了 算是一个闹市区了 闹市区的house它都是特别小的 本身占地面积就特别小 使用面积只有1000多尺 二楼有三个一个洗手间 然后一楼饭厅厨房客厅就这样 每个房间特别小 而且特别的黑 从来好像都没有装修过 它的地板还有它墙 可能80年前的那种设计 我们看到了这个房子 觉得它是有潜能 变成一个非常温馨的小家庭的 我们想以我们自己的审美 还有自己的能力 给它一个新的生命 不仅房子给它变长 而且我们还给它加高了一层 1000多尺 变成了现在的不到3000尺 改造房子最开始肯定是先把房子给拆了 这个也是速度最快的 一些小东西呢 我们就尽量自己去做 比如说设计啊 画图啊 还有一些轻微的建筑材料的搬运啊 都是自己去做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正在拆房子过程中 可以清晰地看见它的一个构架 我老公在用一款自学的一个软件来设计橱柜 然后去现场量一下我们具体想要多大尺寸都要写下来 然后再根据想象力去挑颜色 开工之前呢 我们需要找一位测量师进行土地的测绘 这个是整个项目的基础 然后呢就要找一个architect建筑师来绘制图纸 我们提供框架先画草图 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都要给到它 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需要请这个树木顾问来评估树木的情况 哪个能碰哪个不能碰哪个能修剪哪个不能修剪 都要申请许可证的 完成设计图纸之后呢 我们将前往调整委员会的听证会 由于这个房子可能会稍微超出市政府的规定 所以我们需要获得批准 一旦获得批准了呢 我们就可以申请建筑许可证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工了 这个立足屋 然后这会放一个fire plate 放一个火炉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想象中的就是吃饭的地方 就是一个diving屋 然后地方做了一个标记 以这个标记的总体为主 就是厨房还有family room 然后这个呢会有一个风管到二楼的 然后到时候会做一个pantry 然后倒井的pantry 然后给它包起来 炉灶嘛就是可以炒菜啊 做饭的用的地方就在这儿 就想象中我们就不套这个组合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中间再来一个island 这个island大概就是这两个点吧 这是一小石子 这个就是一个悬贯式的一个马桶 就进来之后就在这里上厕所 这一面墙从冰箱开始的到这边的一面墙 这就是一个电视棍 特别大的家电出来的这么一个family room 就可以在这看电视啊 放圣诞树啊什么的 前的旧房子 这个是新房子 新房的家电团就特别的大 然后前面这大楼好呢 最右边这个就是大门的 然后这两边就是两个落地窗 这个还是挺深的走到里面去 然后后面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落地窗 在后面 非常非常大 特别漂亮 大家现在知道我平时 没做视频 没上传 没更新 我都干什么去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我基本上经常来工地待着 跟我老公讨论 怎么样去装修它 怎么样把它layout变得更好 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无法提供出特别专业的装修 或者是盖房的意见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 这个木头用的 我看过好多Forest Hill 我们这边Forest Hill大豪宅 木头渣子板用的 反正我是接受不了木头渣子板的 一定要是纯木头的 抬购的过程中也是相当有挑战的 我发现必须是得是顺着脑子里的雏形 去找产品 主动找符合自己审美的产品 而不是说 逢街 我觉得选建材跟家装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不能被各种款式 琳琅满目的这种风格 给绕乱了自己之前原本的计划 最后呢 我们需要联系施工队伍 要获取报价 就是货币三家 施工队伍呢 一般都包括地基木工 气砖 外墙 屋顶 水电暖 然后保温 灰板队伍 到最后最后呢 就是室内装修的部分了 也是我们俩参与最多的 最后一步呢呢就是我来了 就是这个老本行啊 打Cocking 最好就是用手啊 每次手弄完之后 那个皮都会腾几天 但是用手啊 不戴手套 其实是效果是最好的 还有就是老本行啊 又一个老本行 就是配色 把一些之前打的孔啊 填好了之后呢 配相同的颜色 然后画上去 还有做一些个清理 非常非常耗时间的 有的施工队 它会把一些个 很难弄下去的漆啊 水泥啊什么的 它到处都是 所以要小铲子 一点一点的 给它拨下去 现在就给大家 看一下设计理念 我觉得一个好的防护设计呢 私人定制的感觉呢 一定是打开门了之后 有一些个设计元素 它是可以整个贯穿 在整个house的 这个house加上地下室的话 一共是四层 我们找的一些个元素 首先就是形状 特别喜欢那种圆啊 饱满啊 比较女性化的那种设计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选择了用 角式半圆形的壁炉 那这种壁炉呢 它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用dry wall 直接可以做出来 这么一个圆的圆形 就达到你那种 特别完美的形状 刷上油漆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呢 是石膏 因为我们要的 不仅是完美 我们还希望它 纯天然气泡的 感觉非常非常麻烦的 一定要非常非常耗时间的 才能把这个石膏 打磨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自觉就继续往里面走 包括厨房这个island 我们也做了那种圆弧的设计 桌子呀 家具呀 还有high chair 都是一些温柔的一个元素 除了形状方面呢 还有就是颜色方面 我一共挑了四个颜色 一个就是白色 还是Benjamin Moore的OC51 也是我们现在自己家用的那个颜色 我非常喜欢的有一点 off white有一点点暖灰在里面 一个就是浅的原木色 还有就是一点点的黑色 还有就是金色 这四个颜色是整个贯穿了这个house的 因为这个房子的形状呢 它是比较瘦长型的 开门了之后呢 这个房子就是比较窄 大色块 主要用的都是白色 还有浅木色 在视觉上可能尽量可以宽一点 但是要加一些个层次上去 就加一点点的黑和一点点的金色 推门进来 首先地板就是浅的原木色 一直往里面走 厨房的橱柜 也是原木色的家具 再往里面走 family room 家庭厅也是原木色 包括所有的柜门 基本上全是原木色 加上一些个金色的handle 和一些个黑色的小小的元素 到了家庭厅这一块 就是为了一楼空间不是那么大嘛 就为了存储考虑的话 我们新做了很多存储空间 但存储空间 除柜的话 你知道有些是单扇门的 有些双扇门的 你如果用拉手装的正常装法的话 你就会很强调 我哪一个柜门是一扇的 哪个柜子是两扇门 左右左右左右就不均匀 所以我们就大胆地尝试一下 不想要去强调 哪个柜子是哪里 我们就全部放在中间 拿这种特别长的拉手 就把拉手也变成了一个装饰的 就不再是一个特别适用的功能了 一楼有一个特别小的powder room 就是给客人上洗手间用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体现了主人的审美 一定要特别有品味 所以我们选了黑色 还有木头色 然后包括马桶 也是一个悬浮的 占地面积更小 灯的黑色的柱子的形状 又和一楼到二楼之间的楼梯的扶手相呼应 往上走也都是延伸了原木色的搭配 没有在二楼的卧室做太多的设计 我们想把所有的设计全部留在主卧 那二楼三个卧室 其实基本上都是以功能性为主 就是第一他们都是方方正正的 用起来比较舒服 第二的话 每一个卧室都有自己的洗手间 每一个卧室都有自己的衣柜 基本上三个卧室的区别就是 通过水晶灯 通过浴室的瓷砖的不同 来区别三个卧室 因为中间房子采光是最差的 我们家里在中间的房子 有家里一个窗户 这个窗户加出来挺难的 因为我们要符合政府 这个setback的要求 就是它跟隔壁的房间建筑一定要有间距 所以说你的窗户跟房边间距 它是有市府规定的 所以你看这个窗户要往里面 是往里面凹了很多 但是为了有这个窗户 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朝向的问题 比如朝南的房子 阳光比较充足 然后比较暖和 我们拥有相对于深一点的颜色 可以用这种黑色的瓷砖 去cool down它这个朝南的热度 继续往三楼走 那到了三楼呢 整个一面墙 就像我之前有一个视频里面 还在盖的时候 我老公就说 这面墙一定要铺原木色的木板 然后当时我们还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难 非常不可能完成的这么一个设计 这是一个overkill 有必要的 我就怕不平 肯定不平 八个板上去是吧 不会 你拨浪看不看 因为那个板很宽 但是它接线会看得到 接线肯定看得到 因为它不是平的 我好像已经想象到是什么样了 接线的 可能不是特别好看 现在大家看也都设计好了 也都泼好了 把原木色的元素延伸到了三楼 主题就是这一面墙 三楼的扶手也就变成了玻璃 就是透明的 就让大家不要把重心和注意力 放在扶手上 全都转移在墙上 一直这个玻璃的设计延伸到三楼 这一片墙基本上都highlight了 但实际上这个highlight也是很自然 因为它跟一楼所有的元素 都能呼应在一起 所以你并不会觉得很突兀 然后就很舒服的这个flow上去 然后我们能强调这个是主卧 然后我们还加两个B灯 币灯设计是跟我们一楼的fireplace完全一样 一眼看到这个币灯 我就知道了 我就一定要用在这个房子里 这个简直就是为我们这个 idea量身定制的一个wall sconce 主卧也都是跟一楼 就是我们同样的一个木元素 继续搭配 然后主卧这里有一个电视柜 然后有一个存储的大pantry 这样你可以放一些linear的被子 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这里 就不用再跑去别的地方了 因为衣柜在另外一边 这边是一个小小的office的设计 很轻微的一个办公的话 这个柜子可以满足你的条件 我们这里下面都留了电源 可以放电脑什么东西 一个房子要有高级的感觉 一个房间有高级的感觉 你的背景墙一定要有 就你不能是一个空的墙 二楼的卧室没有去强调它的背景墙 但三楼一定要 因为是主卧 还是要彰显一下主卧的地位 三楼的背景墙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 也是用同样的木板去盖住 但是如果整个屋子都是同样的木板的话 就觉得好像有点太轻飘了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深的颜色 把它可以压一压 我们用了一个绿色 主卧的衣柜也是同样用这个颜色 这样子的话 这两个颜色就可以呼应起来在三楼 灯具稍微用的夸张一点 轻飘飘的感觉 就是说给它加一点重的东西进去 就加一些这种重的元素 就把这个房间不要显在太空地 第二的话比较满满满当当的感觉 所以这些灯具一上的话 这个房间相对于来讲 就不会有没有灯的时候 那么空旷的这种感觉 主卧的洗手间 那洗手间用了一个比较网红的产品 这个石头应该都很常见 做一个连纹的感觉 只要凸出这个石头 然后剩下我们就全部都是白色 木纹的这个元素做整个洗手间 然后我们包括把马桶都给包起来了 高的柜子有一点私密性 就是你可以不用直接看到那个马桶 对吧 然后第二包起来的话 就上马桶更有一点就是感觉 还是要强调你这个主卧的这种地位 好一位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就绿色了 全部都做了柜子 就没有做任何开放的设计 我们自己家里有一些开放的设计 其实开放设计还是挺容易偿灰的 所以建议大家 主卧还是全部都是用门比较好 这样是最实用 我们最满意的就是这个三楼 有一个特别大的阳台 就晚上特别好的景色 如果天气晴朗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看星空 你白天早上天气好 你可以在里面喝咖啡 早上都很舒服 非常舒服 我都给你录下来了你知道吗 你刚刚说的我都给你录下来了 你说话不用剪的你说话比我说话逻辑性强很多 我这个频道不应该叫一是以模特能聊 应该叫一是以老公能聊 废话特别少 我说话废话特别多 我真的可以直接用你的声音 就当我的背景 地下室还有 地下室你可能就 地下室就不看了 差不多了吧 那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就请帮我点一个赞 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的话就请订阅一下 你对我的点赞跟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你说 拜拜 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这视频再得剪到20分钟吧 你知道还有before after你知道吗 还有before呢 before那个破房子还得好几分钟进来 你不用before了 是after嘛 为什么要before 因为你before 你这种东西就是要看一个前后对比的 你没有前面 谁知道你是不是租了一个房子进来拍的 没有意义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就是对比之前是一个那么破 你before你可以是 during construction的时候的 before你不用就是他original status original status一定是highlight的 一定是看看 就是说让人家看的就是这种 中文字幕之间的选择 也反对比之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